羽焉高雄桃園路段 终横探方抢修 台湾进入梅雨季节 受到对流云系影响 中南部间歇豪雨不断 昨天全台累计降雨量前三名 分别是高雄骑进的193.5毫米 前阵182.5毫米 及新兴区171毫米 单日近200毫米雨量 造成道路民宅积水 暴雨造成高速公路末端 及低洼地区民宅积水 国道一号末端 连接大货车转用到的平面道路 近中午10分 积水高达70公分 一辆货柜车卡在水中抛锚 受骑山西老龙西 吸水暴涨影响 台20线南横公路 请合至复兴 台21线南沙鲁至小林等 都遭到吸水冲毁 纳玛夏区正值水面桃济尾声 因台21线变道遭冲毁 农民需绕道才能运果下山 中横公路台8线 青山电厂外邻37变道3.8公里处 上周二因落石摊方道路中段 与百名电厂施工人员受困 左午又有大规模落石掉落 一名怪手司机遭落石击中流血 抢修工程因此中断 气象局说 这波眉与封面将持续影响到周四 另外 机车骑士或路人 应该都有雨天被路过汽车或机车 脏水见尸的悲惨经验 很多人不晓得此举违法 被喷剑的人只能摸摸鼻子自认倒霉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路行进泥泥或积水高路不减速迈行 置物是他的身体义务 车主最高可失上1800元的罚单 董新闻综合报道